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週的更新內容好了 今年是跑步函車韓服的第17週年 這遊戲也17年 再來商店買得到 這個17週年產包裡面的內容物有 嬰兒藍寶 嬰兒痞 還有嬰兒阿菲 那重點在於這一週又出了兩張韓國主題的地圖 這一張是他們人川中央公園 它是一張道具賽道 它不是競速的 那除了這一張人川公園道具圖之外呢 也出了另外一張這一張 這看起來更漂亮 它是韓國的季州 季州日出下坡道 那兩顆星 不過這兩顆星雖然說星數比較少 但它是競速圖 這一次其實這兩張地圖 我還沒跑過 我也還沒看過影片 從這個小地圖的外觀上來看 應該做得蠻精緻的 如果要帶大家逛的話 我們要下車用走的比較有誠意嘛 那我們就用這個裁判困寶 帶大家走一下 我們進到遊戲之後呢 來看一下這個地圖 這個 後面呢 是一座山 看起來有點像清淨農場 然後背後這個板子斜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這邊就是松樹 還蠻漂亮的 有鳥 欸這邊上面又有人在自拍 等一下你們到底有幾個場景串場 你們不要哪裡都去好不好 每張第五都有你們欸 奇怪 那一開始就兩尊困寶 兩尊困寶在這邊站著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右邊是一個下坡道 欸這邊有左右兩邊的路 而且感覺好像不是很對稱 不知道哪邊快 看小地圖感覺不是很對稱 我們先走左邊 好這邊就是接著幾個彎道 這邊很很像風景區的感覺 然後這邊路一樣的方式 給過 所以你走左邊你就只能一 走左邊到底 不能像那個鐵塔一樣 直接 左邊切右邊 右邊切左邊 那個狠狠 這邊就是幾個連續的彎道 下來之後 哇這個地圖這麼開放啊 這麼開放啊 他這個路 你看他做了好多條不同的路 這麼開放式啊 其實右邊的路感覺看起來比較窄喔 從小地圖來看 等下帶大家走右邊 先看左邊 真的欸 這看起來就很像清淨農場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是 有 這個是馬嗎 為什麼坐得上駱駝啊 然後這邊又有兩坨 不是兩坨啦 又有兩隻 啊不重要 然後這邊的路 欸 右邊有加速帶 所以搞不好走右邊不慢 然後這邊就是韓國的一些特色車種啊 我這邊去韓國打比賽的時候 也有看到 他們就是一堆這種 遊覽車 或公車 那都是現代的 然後這邊 這個我就不知道什麼車 好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一些商家 然後這邊有一個飛機 我看不懂韓文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有沒有懂韓文的朋友 知道這什麼意思啊 喔旅行社 旅行社 好好好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就是要有料 上面有飛機 你看 有人在玩那個滑翔 你這什麼 降落傘 然後上面也有飛機在飛 這麼狠啊 車都停這麼整齊 是怎樣 很開放視野這張地圖 你看到這邊他又有三條路可以選 左邊呢 等一下這個人要飛幾次啦 為什麼他可以一直飛啦 啊轉一圈又繼續飛喔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他又繞回來了 為什麼他又往上飛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啊 一點道理都沒有欸 好啦先不管 他這邊就有分三條路 然後這個草皮應該是不會減速的 對 不會減速 中間左邊跟右邊 一般應該是走左邊啦 因為下個彎是左彎 所以比較近 這邊 這個地圖就真的是蠻漂亮的 果然是韓國自己的主題地圖啊 那個人有用心在做 然後到了這邊是 感覺是一個休息站嘛 小型的休息站 等一下 這個也太鬼畜了吧 這是什麼啦 供讀生要加錢了吧 好累喔 這個手一直咬欸 一個小型的休息站 然後廁所 可以進去嗎 我們偷偷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能不能穿槍 可以 等一下 這個人不好穿 他不給進 算了啦 等一下我再試一次 好啦這不重要 再一次 再來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不行就算了 好啦算了 這人還在滑 還在滑 好啦經過這個鬼魯的困堡之後呢 來到了一片 這是油菜花嗎? 看起來蠻漂亮的 哦!這裡有橘子還是南瓜 不能下去耶 有一個人,一個女生帶著潛水鏡 然後海上有幾顆南瓜、海鷗 跟很遠有一艘船 真的做得蠻漂亮的說老實話 以這個遊戲來講 這個算是很精緻的一道 然後左邊這邊有一條路 哦!這看起來還是捷徑 怎麼有黑豬啊! 等一下怎麼有黑豬啊! 真的是農場耶 哦!我們繞一下近路 然後跳下來 然後看一下遠路 遠路的話其實就這樣 這沒什麼 就是一條近路跟一條遠路而已 這個等一下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進去 你們怎麼又在這裡?你們不是在起點嗎? 等一下!上面那兩個 他有影分身是嗎? 好啦! 哦!有人在玩彈 有人在玩彈鞦 彈鞦 奇怪今天怎麼一直口急啊 是不是還沒睡醒啊 欸!他彈鞦鞦站著玩耶 不是坐著玩嗎? 然後左邊是 來到了一棟看起來比較現代化的建築 等一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進去 等一下試上看 帶大家進去 怎麼辦?這一集我不太想跑 不太想認真跑耶 我想要 他這個圖做得太漂亮了 我想要玩密道看看耶 我想要找這個圖的密道 我們等一下先找密道好不好 然後找完密道我們再跑 然後左邊這個應該是橘子樹 真的是蠻漂亮的 換個角度 換個角度滑 然後那邊有人在自拍 終點後有人在自拍 這邊 等一下 這個 這個豬 左邊這個豬 剛剛看過 然後這個自拍的 剛剛也看過 然後這個 在潛水的 也看過 其他兩個自拍的 出現第三次了 而且 有結合疫情耶 你看 他們昆寶有戴口罩耶 好可愛喔 我現在才發現他昆寶有戴口罩耶 紀州島黑豬橘子很有名 然後還有一個18禁博物館 好酷喔 我不知道 我對紀州島沒有什麼太大了解 但是我覺得 真的覺得這張地圖很短 可是做的很精緻 好啦 那我們這次順便去密道看看好不好 然後 大家應該有看到 現在這個 這些廣告牌全部都是 Paradise City 就是跑跑這次跟 韓國的一個 一個飯店合作 那那個飯店好像就叫 Paradise City 看起來還蠻有料的 那這個是韓國官網 有沒有 這也是他們兩個合作的 你要在另外一張地圖 人川公園 這張地圖裡面 找到Paradise City 然後同時截圖到官網 然後發文章 你就有機會抽到這個 住宿券 然後它這個住宿券 看起來也是 蠻有料的 反正這個就是這次的合作 那如果剛好有住韓國的朋友 又懂中文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遊戲裡面截圖嗎 這段時間 8月12號到8月25 都可以去截圖 有機會抽 看起來蠻有料的 那有那個小台車嗎 有耶 好耶 有 現在 I可以關 欸 欸 這功能早該做了 好漂亮喔 雲玩家不時間改的喔 今天改的 今天 好 先不研究 喔 直接抵達終點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I愛 Jiju 我愛Jiju 我愛Jiju 我近距離看還是看不出來這是什麼耶 遊戲橘子 拿了這遊戲橘子 進距離看一下 好 終點後期也沒什麼 欸 船上有做人耶 好酷喔 我們從終點後帶大家讓我去看好不好 真的難得有一張圖 讓我想要去研究Bug 然後去看一下它裡面到底長怎樣 欸 不可以卡 這邊就是品力 可以可以 可以進來了 可以卡 看它這個上不上不上得去 欸可以耶上去了 然後 我博物館內側 它不是做時薪的 它做的是空心的 所以這個門進去 欸 它如果要做更細緻一點 裡面的內容物其實是可以做的 但是它做的沒那麼細緻 然後這裡有黑毛書 我看看另外一邊過不過得去 然後這邊過不去 也要穿 喔過來了 它有兩層 它有兩層 我這層也要穿過去 不穿了 這邊大概就長這樣 等一下 我現在不知道我在哪 我還是看一下 我們從後面看對不對 我們從終點後面過來了 所以 剛才忘記帶大家進去這個博物館 我忘了 我忘了 好這個博物館 看一下裡面也是空的 也是空的 欸 好這裡有那個困保 所以這博物館裡面整座都是空的 被偷光了 好狠喔 然後再來是博物館帶完了嗎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在玩當初先的妹妹 看一下 那這盪牛圈是 是真的還假的 假的 好吧 這沒什麼 好啦這邊看完了之後 再回去看一下 這邊 這個地方我就進了 小蟹給我把他剛剛的表情撿進去 就沒怎樣 不要再造謠了 欸 假的 不給上去喔 喔 空出了 那這裡進不進去 假的 等一下如果是假的 他們怎麼上去的 不對 不對 他們怎麼上去的 這間我覺得應該很清楚 喔 裡面什麼都沒有啊 你好歹也做個敦式馬桶或洗手台 好 再來進去看一下這個 詭異的困保 這個真的很鬼畜欸 現在是密道環節嗎 不是 現在是機查環節 我們要看一下他這個景物做的真不真實 喔 這個車也是假的 這個人還在玩 應該這樣吧 我說要帶大家看的地方應該就差不多這些 起點喔 好 我看起點 剩這個點 對不對 看能不能進去 去找一下這一對 喔可以耶 可以上來 來 123 7 看他相機畫面到底是什麼 他相機根本沒畫面 欸 左邊有戴口罩 右邊沒戴口罩 管一下好不好 管一下好不好 好 這邊兩隻鳥 看他這裡能不能出 看他這裡能不能出 這裡下得來欸 很酷喔 這裡是一片真的地 地 看一下 這麼高喔 嘿嘿嘿嘿嘿 哇 這等一下我穿另外一邊也可以對吧 我這邊也是真的 下面有一個小階梯 我在下面還有一層 很酷耶 他下面這個草皮是真的 然後草皮旁邊這個 類似那種休息站會有的那種小涼亭 也是真的 然後他這個延伸的其實還蠻遠 這裡有一個小上坡 那這裡應該也可以穿出去對吧 一開始做的蠻認真的 後面隨便做啦 那確實 不知道 我覺得 他們應該也料不到 有這種人那麼無聊 來雞查這個 他這一片草原都是做真的耶 我還是開I好了 我都不知道我現在有多少吃 欸 一半真的一半假的 好扯啊 我看要從這邊穿下去 能不能找到那一匹嗎 大家記得嗎 剛才那邊有兩三匹嗎 喔下來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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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我們重跑一下 我們剛才還沒帶大家去看一下右邊的路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右邊的路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右邊的路 一開始接 我們剛才接左彎 我們現在接右彎 右彎的話呢 這個路看起來是比較 這樣 喔 那個 還有新觀眾沒看過豹哥吃咖哩的 趕快YT搜尋咖哩飯飯 還有新觀眾沒看過豹哥吃咖哩的 趕快YT搜尋咖哩飯飯 然後這個左彎一樣跟剛剛 一樣都過不去 這邊又有兩匹 欸又是你們 又是你們 奇怪怎麼說 有他手上拿的是 天桶 冰性天桶 你這樣拿 你再拿個一分鐘就融化了 我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兩邊路好像長得差不多 也是順暢感的問題 不知道哪邊快 喔 這邊還有一條路 這邊的話可以直走下去 然後這邊也可以繞到中間 但是如果這邊走右邊的話 路好像會 繞比較遠再下個彎道 喔 這裡有個小進道嗎 對 這裡有個小進道 可以透過這個柵欄走進去 但是這個草皮好像是會減速的 然後左右邊的話 這裡有個小加速帶 這裡 還在滑 這裡後面是帶大家看過的嗎 後面就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後續就很簡單 直接進入重點 這個圖就是更多是觀光性質啦 我覺得觀光性質比較高 的確蠻好看的 的確蠻好看的 這個圖做的 好我們來跑看看 五十五秒五十六秒 就可以跑完一張圖 我彈open 打的時候其實還很爛 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那個冠軍有一半是塞到的 因為我那個冠軍拿到之後 我隔一周的一中盃 我複賽就到了 然後是從一中盃之後 我才慢慢變強 就是 就開始一直拿名字 一直拿 拿前二吧 贏冠軍 一中盃之前 我覺得有一半是塞到的 在那邊 我看 誰 你不可以推 媽的不要有人在湊欸 媽的不要有人在湊